繼續來關心武漢肺炎的疫情持續升溫 指揮中心就宣布人與人之間 在室外要保持一公尺 距離室內必須間隔1.5公尺 指揮中心建議了餐廳的圓桌桌菜 最好是改成個人套餐 但是供鍋的火鍋店就很為難了 目前也只能先踩梅花座 另外也在桌上多放一塊隔板 降低沸沫傳染的風險 至於娛樂場所像是KTV 指揮官陳時中也說 邀請大家戴上口罩再唱歌了 第一階段會先柔性勸導 等到第二階段會強制要求 業者民眾如果違規 恐怕會面臨相關的法則 不好意思 您好 這邊幫你上水怎麼辦 餐廳也要防疫因指揮中心規定 室內社交距離至少要1.5公尺起跳 但不少餐廳要實施根本難度超級高 阿中部長提出解放 呼籲業者推個人套餐 但這可難倒吃共過的火鍋餐廳 目前業者先應急採梅花座 不同桌的客人保持1.5公尺以上距離 同桌客人也會多放一塊隔板 降低飛沫傳染風險 另外也會提供公用夾讓客人使用 冰淇淋的部分原本是桶裝 讓民眾自己來挖去 不過現在因為就是新冠肺炎的部分 所以我們都有用 另外提供那種紙盒盒裝的 還有百貨公司美食街 試辦用透明隔板劃分四公格 對座用餐大聲講話也不用怕 但這KTV又要怎麼辦呢 咒怕大聲還唱的同時 口水會到處噴溅 因此指揮中心規定也是這種 傻小的娛樂場所也必須要佩戴口罩 KTV如果能夠維持距離 沒有辦法就戴口罩 戴口罩仍然可以唱歌 不過如果戴口罩唱歌 還真的要離遠一點 你用力唱的時候 噴得比較遠 第一階段軟性宣導 不管看電影還是周團K哥 公共場所口罩不離身 等到第二階段強制要求 業者民眾如果違規 恐怕就會面臨相關罰則 緊張切入腿報道 請輩我們來〈ESCHA' Luego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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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